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新宇 今天的节目里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今年前四个月 延续长津湖同类题材和主创品牌的长津湖之水门桥 一路领跑全国票房 创下了票房超40余元的市场佳境 而两部系列电影的叠加票房已累计近百亿 业界人士分析 优质内容的品牌叠加 产生持续的外溢效应 这在当下中国电影的创作推广中 已经成为一种进入佳境的文化现象 今天的十分深度 来看记者的文化观察 中国电影一加一大于二 今年春节档上映的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 截至目前 累计票房已经突破40亿元 成为档期跨度最多的影片之一 此前 电影《长津湖》以57.75亿元的票房成绩超越《战狼2》 获得了中国影史票房冠军 两部影片累计票房已经突破98亿元 吸引了超2亿人次观影 国庆档加春节档接连上映的方式 产生了同一题材 同一主创团队的口碑叠加效应 也让市场热度和品牌效应得到了最大化的释放 最近几年我们国产电影的品牌叠加现象 应当说取得了很多新的经验 我想大概有很多种模式或者类型 一种比如说主题和题材的延伸 像《长津湖》就比较典型 就是它第一部成功之后 接着推出了同类主题 同一题材的等于下级或者第二部 那么这就是它把第一部的这个《长津湖》的成功 延伸到了这个水门桥第二部 这是一种是主题和题材的品牌叠加或者延伸 这坦克还是有发炮 炮 又炮 2019年10月 电影《长津湖》正式立项 影片的初稿剧本长达13万字 为了能够更真实地怀源震撼人心的战争场景 设置组集结了七八千人的演员队伍 整合了国内外86家后期特效制作公司参与制作 全片仅特效镜头就达到4000多个 我们《长津湖》表现了这个通过五千里这个角色被探亲召回 进入战斗展开了这样一个介绍了一个历史大背景发生的东西 这个电影在三小时那儿就必须停了 不能再唱 《水门桥》就是等于这场仗赢了以后 七连被紧急调到水门桥 炸桥堵入逃跑的地人 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 拍摄《长津湖》其实是克服了重重困难 可以说是千难万险 千惊万险 首先说是一个三个导演的组合是很难得的 但是能够把三个导演的优点全部集合的 这个完成一个统一的作品 这是一次创举 也是中国电影到了这个发展到最关键的阶段 中国工业化水准又一次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也表现了我们电影人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的信心 我和我的祖国 我就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参考这张老照片 恢复出来一堂歌来帮助一下班老师解决问题吗 2021年国庆档上映的电影《我和我的父辈》 与2019年的《我和我的祖国》 2020年的《我和我的家乡》 共同构成了《我和我的》国庆系列三部曲 《我和我的》系列电影采用同主题 多单元 多风格的叙事方式 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 展现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辉煌成就 家乡发展的巨大变化 父辈传承的精神意志 激起全民观影热潮 取得了累计超74亿元的超高票房成绩 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家乡 我和我的父辈 他用我和我的作为一个国庆党 向祖国生日献礼的这样一个类型 来去进行品牌叠加延伸 这个效果也是非常突出的 那这三部片子我们也看出了 它其实反映了我们现在的中国人 在新时代的一种家国情怀 就是我们的小家和国家 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 怎么去进行一个平衡 这种品牌叠加效应呢 在未来它要进一步地去处理好 我们在类型的多样化 在制片电影的发展和整个电影IP体系的 一个授权经营上呢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拓展 今年春节档上映的喜剧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由开心麻花的演员玛丽 魏祥等人担任主演 目前已取得了超26亿元的票房成绩 成为今年以来口碑票房双丰收的黑马喜剧片 影片讲述了热爱表演的龙套演员魏成功 被邀请出演一位神秘杀手的故事 从小剧场的爆笑话剧 到春晚舞台上的小品 再到大荧幕的喜剧电影 开心麻花团队以扎实的喜剧创作为依托 完成了同一品牌下的文化产业再升级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票房奇迹 在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中 主创精心设计的舞台剧化的影像方式 带给了观众全新的情景化观影体验 这个电影是在无数次的 有时候在提醒观众他在看戏 比如说摄影机拉出来的时候 你能看到墙的侧面 你能看到上下楼同时并进 他都是用了舞台的一个叙事方式 这也是我们这个电影 区别于其他电影比较强烈的一个感觉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拍摄采用了三面景的方式 在去掉了天花板的空间限制后 使得镜头运用更加流畅自然 也与电影本身的黑色幽默风格不谋而合 三面景的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上下随意移动 其实是可以完成一些 在现实空间里不可能完成的镜头调度 所以我们在光效的设计上 其实做了一些舞台光的一种效果 可能突然这样按下去了 那边亮起来了 让观众感觉到 他挺好玩的 作为一个顶尖的杀手 要把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 都训练成致命的武器 比方说 我的宗旨 叫你的人把枪放下 我不相信你会探死我 那就看看是你们的子弹块 还是我的子弹块 从新主流电影 喜剧片 文艺片 到传记片 中国电影的多样化发展 共同助推了中国电影的全方位提升 从2020年到2021年 中国电影市场连续两年超越北美 成为全球第一大票仓 中国电影以品牌化的类型创作为基础 无端提升品牌外溢的市场效应 表现出澎湃的创作活力 和坚韧的市场潜力 这批电影在工业化水平 在制作能力 甚至在宣传发行的体系性方面 都可以说是过去经验的极大成 是20年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 奠定了一个基础 或者说我们是创造了一个高原 有了这个高原 才使得这些作品 能够在今年得到观众认可 而且在市场上 也得到比较好的反响 同时也在艺术上 有一些新的突破 品牌叠加效应 它实际上也是中国电影人 在探索市场化 产业化的一个模式过程中 它的一种经验 这些经验都很宝贵 它对提升我们电影的竞争力 市场的号召力 产业的这种规模 都有很大的正效应 和一个提升的效应 全球疫情背景下 中国电影不断突围 不断体质增效 体现出强大的市场韧性 和创作活力 放眼未来 长空之王 阳光新世纪 流浪地球二 等一批新片佳作 即将面世 我们祝福 中国电影 一路有你 一路精彩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下周我们继续相约文化时分